拿起竹编艺品向大家介绍 高龄84岁的希腊雅族传统族艺师李天生 制作竹编器皿有70多年经验 台南区原民会为了让市民了解传统族艺工艺之美 在台南希腊雅文化会馆 办理巴黎竹艺李天生竹编工艺创作特展 我们有三大部分 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用具 一个是农业的用具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次展览 它有一些新的创作 那我们希望这些竹编艺术可以一直传承 李天生表示自己从12岁就开始创作 作品从生活日常到农耕器具都有 让民众认识过往族人的生活样态 展览更不长思 展出像是六角边 绕卷法等不同的编织工法 这个以前的人都会用到这个不怕 我就做孩子看有大人在做 我有个幸福 老师的一些技术一些手法能够很公开 然后让大家来认识 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些竹艺的美 有不同的一个展现 那也很开心就是让更多人来了解说 竹编其实它不难 然后它的用途也很广 台南区原委会表示 李天生经常在部落大学开班授课 结合竹艺展未来也会开设体验班 让民众亲身体验竹编乐趣 让竹编记忆传承下去 原则新闻南部台南市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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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